哈嘍,大家好,我是草民優dez 上一集有介紹過指揮貓的一個系統 其實還蠻多蠻複雜的啦 但是我是很盡力去把它做統整 不過當中還是會有很多人產生一些問題 那今天呢,我就是要針對這些問題去回覆大家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人去看了海事局,他說 水下、水上的貓的技能、天賦是分開來的 那為什麼我又會說這個水下的火可以傳到水面上呢 這個我們透過一連串的實驗來證明說 水下是如何傳到水上的 首先,水上貓我們帶了雙火的buff 那潛艇貓的部分也是帶了雙火的buff 那進場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水上貓的技能觸發,然後火buff也觸發 會產生紅色閃光 接著我們召喚潛水艇,潛水艇的貓技能觸發 也會伴隨著火buff的紅光 好,接著我們水上貓沒有帶任何的火天賦 那潛艇貓一樣是帶我們雙火天賦 進去我們可以看到 水上的貓依然有觸發他的技能 但是沒有火buff的紅色閃光 接著我們召喚潛艇頂,潛艇頂一樣 會有潛艇頂的技能跟紅色閃光 代表雙火是確定可以傳得上去的 再來我們水面帶了雙三貓 那水面下呢,不是用潛艇貓 是用其他雙火貓來替代 那一進場我們可以看到 水面上的貓有技能觸發 那雙三技能也被觸發了 接著我們召喚潛水艇 可以看到不是潛艇貓的技能 所以無法觸發 但是雙火的紅光卻有閃出來 可見這個雙火在水面下 是可以被穿上去的 OK,再來我們水面上帶了 沒有任何採忌的普通潛水艇貓 那水面下呢也也是一樣 帶了雙三的這個普通貓 那進場我們可以看到 貓技能沒有觸發 所以任何的buff都沒有觸發 再來我們召喚潛水艇 貓技能也沒有觸發 因為不是潛艇貓技能 但是這個紅色buff的減傷 確實有被buff出來 好,最後我們水面上的貓 用普通貓不帶任何採忌 那水面下的潛艇貓呢 一樣是用潛艇貓只帶一個火技 那進場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水面貓有觸發貓技能 但是沒有紅色的buff 召喚潛艇貓的技能有出來 但是紅buff依然沒有出現 可見這個火buff在水面下 只有一個的時候是不會被觸發的 OK,經過上面的測試 我相信一般人應該頭腦很亂 而且我這邊整理一下 首先水面上雙火雙三 其實一定會觸發就是6% 再來水面上有單火的話 水面下無罩也只會觸發一個紅buff 接著這邊有修正的地方是 水上一、水下一 這個時候召喚 只有單火水下的話 是不會觸發這個buff的 所以只有3%而已 那唯一會觸發的是 水下擁有雙火或雙三的技能的時候 才會被觸發這個3%傳上去 那最大的利益最多就是6% 所以上面你可以雙三 下面可以雙火 這樣就會有整體雙三、雙火的技能 所以水面下要傳上去這個火技能 或是雙三技能 一定要兩個才可以傳上去 單一個單火或單三是無法傳上去的 所以這邊是做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修正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bug 因為雙火可以 為什麼單火不可以 很明顯這是一個bug 而且這個bug很久以前就被發現 在去年2019年的時候 我們跟一些DC群的朋友 就有在研究這個東西 雙火確實會從水面下傳到水面上 單火是無法的 那為什麼海事局沒有寫呢?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特例 當初在NGA論壇裡面 也有人發現這個 但是它後來沒有被寫進去這個海事局 因為這是一個特例 哪天被修了被改了 也說不定 因為當初也有發生這個 洗出來的火技能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這個技能什麼時候被改 我也不知道 總之現在存在著 雙火或是雙山召喚的話 是可以作用在水面上這個部隊的 OK 再來 有人會去爬文 很厲害 很棒 我知道 他會說 有些貓本來就洗不出這個火 那我們還要去生這個出生火的貓嗎? 然後這個上面原本就是 有些貓是不會出生火的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是要看這個時間的 這邊2020年6月 他說帕特喵出現了一發入魂 帕特喵是什麼? 帕特喵這邊出現了一發入魂 可是這個表單上面卻沒有填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表單呢 它是2019年11月做的 人家2020年出的 這個表單是2019年 所以它的時效性不及這個現在式 所以表單沒有寫不代表他不會出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人為收集的一個情況 所以必定會存在無差 因為這不是官方給的數據 而是玩家收集的數據 有些人就算出了 他也未必會去回報 就算我出了 我也不會去回報這個海事局 因為我根本沒有帳號可以回報 所以不一定說上面沒有寫的 就不會出 因為官方並沒有說他絕對不會出 只是有沒有那個命洗出來而已 所以爬文是好的 但是還要再去看一下這個更新的時間 是不是有更新到現在進行次 上次也有講到這個絕對不要選的這個技能 除了這些技能以外呢 我沒有把這個經紀人給放進去 是那時候我以為這個都寫中文 大家應該都看得懂 應該都覺得很雷才對 不過還是有少數人會誤會這個經驗 所謂被期待的行星呢 他所獲得的自身經驗值提高 是指這隻貓出去作戰的時候 得到額外10%的經驗 假設拿到了50 他會再多5經驗 就僅此作用在貓身上 不是作用在船身上 所以船隊不會再額外增加10% 只有貓本身會增加10% 那最佳玩伴是作為陪玩單位的時候 經驗提高10% 什麼意思就是他被吃的時候 他給的經驗會額外提高10% 就是這樣 所以很雷很廢 只有增加自己貓本身的經驗而已 再來為什麼呢 我們這邊要看一下貓是怎麼算的 一個一級的指揮貓 他的陪玩經驗會依照他的稀有度去給 當然一隻SS貓給的經驗比較多 那你用高等級的貓去陪玩 那只會計成總經驗的70% 假設我今天用20級的貓 拿去吃被一級的貓去吃掉的話 只有70%經驗會被傳承下去 所以整個經驗就是基礎的經驗 這是看你是什麼貓我餵什麼貓 就是70%的經驗 然後乘以同名 只要是同一個名字的 會有1.2倍的經驗加成 再來如果像上次你有拿到採計 最佳玩伴的話 會多1.1倍的這個配玩 所以就算你全部都這麼剛好都有的情況下 你還是只有0.9 比如說92%的經驗 給這個接下來計成的貓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越吃越倒退 經驗不會是正的 如果你都沒有的話 隨便吃就是只有70% 然後越吃越慘 越吃經驗越少 所以基本上這個 相關貓的經驗 貓的天賦 基本上很雷 你也不用說去為了這個天賦去 練一隻什麼肥料貓 什麼的不用 不用特別去練肥料貓 因為越吃會越慘 那如果越吃越多的話 我當然會建議你去練肥料貓 不過在這個系統底下 是沒有肥料貓的存在 好再來 如果你沒有這個特殊天分的貓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先練這個阿貓 或是SR的貓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要求經驗不一樣 SR的貓 假設這次15級的話 他總經驗需求快到6萬 那R貓只要2萬多 所以已經是快他的3倍 2.5倍多 那SR就是介於兩整事件 這有什麼好處呢 那在同樣的一個經驗累積底下 我的R貓基本上已經可以練到18 19級以上 所以他的成長比較快 給的白質相對也會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呢 他更有機會拿到更多的這個AP點數去洗 接下來的天賦 有可能去洗到火 或是比較好用的天賦 因為你的金貓本來天生就是帶那些技能 怎麼樣洗都洗不掉 那你成長快的話 AP點多的話 可能你將來有錢要洗 還有機會可以去洗 是這個意思 那或者是你後面時間久了 金貓越來越多 可以挑到比較好的金貓的時候 再來把這之前練的這些泛用貓 也餵給這個金貓去做成長 因為後期基本上金貓會很多 選一個好用的金貓 他的天花板也會比較高 所以前面剛開始初期的時候 先選這個R貓或是紫貓 這樣練比較快 AP點比較多 希望值比較高 等後面金貓越來越多 可以突破 選到好的天賦之後呢 再來把前面的泛用都給吃掉 也不吃 好最後我一個沒有講到 一個比較嚴重的地方就是 這一個假設今天我要突破這隻金貓 那我這邊有一個技能3的這個金貓 當我要去餵給這個技能1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這邊可以選到這個技能3的貓 那餵下去金貓會被繼承 不過這個LV他只算一隻貓 我這個技3的貓 餵回去這個技能1的貓 他只會加1 他只算一隻 所以他並不會繼承之前已經 圖好圖滿的這個技能 他只會算一隻貓的突破 所以這邊很重要 你的金貓不要隨便亂突破 除非你真的遇到一個好用的金貓 好的天賦的金貓 你再來把後面的東西拿去突破 不要說泛用你就絕不拿去突破 未來出現一隻好的火貓之類的 你還會缺這個金貓的突破 好再來是上次這個技能部分呢 我沒有去細講 因為我上次說了 這個有關火力啊 命中啊雷擊啊 這些加屬性的非常非常的少 很少 天賦加的還比較多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會有這種見減的 比如說15%的這個幾率 去造成對方的傷害 打%數 這個其實跟我們潜水艇的這個 見減作戰一樣 他有幾率會造成敵方的血量 打完10%11%左右 只不過這個幾率只有15% 所以有人說很看重這個技能 倒是不認為說你一定要非常看重這個技能 因為基本上 道中如果你說缺了這一個 見減作戰的能力的話 而導致你不能打完道中 那我相信你的道中隊伍本身 就是很有問題的 這個只是額外的bonus 你不能說一定要依賴這一個見減 你還不如去依賴潜水艇 來得紮實一點 除了戰艦以外 還有像是 潜水艇 空母也有 空母也有這種見減的作戰 15%都是15% 然後 驅逐也有 其實都蠻多的 再來 還有另外一個技能是 像是 迴避類的 這個降低這個 這個埋伏率 也是一樣 他給的這個降低埋伏率的幾率也是很低 可能也才各為數5% 8% 差不多 在安全海域周回模式底下 已經不會有任何的埋伏 至少在12張以前 都不會有埋伏的問題 一般只有開拓 像是13張 才有可能會有埋伏的問題 所以這個貓基本上也是 去了一大半 以前或許還有用 現在有周回模式的情況下 基本上已經沒有用了 而且你真的覺得說 增加個5% 8%的迴避率 真的可以幫助你有效去迴避嗎 哪怕是90幾% 你還是會中埋伏的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 看臉的啦 不用說太看重他 其他的都差不多啦 加屬性的都很少 整體來說 貓就是先選天賦 再來他的平均等級 等級會增加白字的屬性 最後才是這個技能 技能甚至不要看他 天賦等級提供的白字 最後是我們的技能 所以照這樣的排序去選的話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好的 以上應該算是 蠻充分回答到大家的問題了 那這個資料是死的 那如何運用這些資料的人是活的 可能大家超習慣了吧 沒有去懷疑說這個資料的 來源性或是可靠性 所以才會說嘛 盡興書不如無書 就我的例子我只會去查資料 當然我也會去考究這個資料的真實性 重複性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會照本宣科 我一定會自己實際的試驗過 運用過之後我才敢丟出來 所以當然這個攻略的更新會比較慢 不過我覺得我問心無愧 我不會說丟了攻略 抄了作業就拍拍屁股走人 當然這樣子的作業模式會讓我 非常的 花費比較多的心力 不過相對的 這個攻略是有價值的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這些有關問題的回覆 我是草莓六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